第十七集 纯洁的友谊 徐帅 怎么头没哭脸的呀 我没有 我明白了 是不是考得不理想啊 是啊 简直一塌糊涂 徐帅是不是平常只顾着打篮球 根本没有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啊 你是来出我上班的吗 嘿嘿 看来徐帅醒悟得挺快嘛 这样吧 只要你以后愿意把打篮球的时间 拿出来一部分去学习 我愿意帮助你辅导 怎么样 真的吗 太好了 贝贝老师 我下次的考试成绩就都靠您的辅导了 嘿嘿 客气了 不过以后可得听我指挥啦 不然的话 小心受罪 啊 下节自习课 或是通贝贝的留在教室补习呢 还是去打一会儿篮球呢 哎呀 烦死了 喂 徐帅 我们等你很久了 快点出发呀 今天可得痛得快快地打一场比赛 不管了 先去打一会儿篮球再说 这些针对性的练习题应该对徐帅很有用 哎 徐帅跑哪儿去了 啊 肯定又去打篮球去了 可恶 我不会放过你的 徐帅 快投三分球 谁呀 这样是犯规的 知不知道 哼 明明说好了要补习功课的 竟然又偷溜出来打球 快点跟我回去做功课 原来是贝贝呀 我怕他们缺人打不成比赛嘛 怎么会缺人 那么多同学在等着替补上场呢 今天必须跟我回去补习 不然我以后再也不辅导你了 喂 徐帅 你到底打不打了 我看他是不能打了 哈哈哈哈 徐帅被贝贝给吓住了 是啊是啊 太丢人了 可恶 谁说我不打了 马上开始 看我不打的你们落花流水 可恶 我特意跑过来让你回去学习 你竟然还想继续打球 好了好了 我跟你回去 贝贝 你先放手好不好 不好 这就是对你的惩罚 先跟我到了教室再说 哦 徐帅好丢脸哦 嘿嘿嘿 徐帅有女朋友管喽 可恶 你们在说什么呀 好了 赶紧回去吧 感觉怎么样 挺好 这题一点都不难 是吗 那我看看 徐帅 上节课你总共做了五道练习题 有三道都做错了 啊 这么差劲啊 我 我本来以为这次做的不错呢 看来你还得多做练习题才行啊 徐帅 这个周末 还是我跟你一起写作业吧 真的吗 好啊 好啊 谢谢你贝贝 不客气了 本来就说好了 要帮助你把成绩提上去嘛 唉 可怜 看来我连周末都打不成篮球了 唉 我的笔心又完了 徐帅 你家里有没有多余的笔心啊 嘿嘿 我以前很少在家里认真自习 所以家里一只多余的笔心都没有 啊 好吧 那我们只好出去买了 嗯 正好趁机休息一下 太好了 我做的骨头都痒了 哼 一听说不用自习了 徐帅就很兴奋嘛 嘿嘿 我骑自行车 载你去买笔心吧 这样也快呀 好啦 出发吧 嗯 怎么太久的作业 出来休息一下感觉好舒服啊 是啊是啊 贝贝 要不我们一起去篮球场玩玩 可以啊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不过要等到先把作业和补习的题目写完了再说 那不是等于白说 等写完天都黑了 徐帅 我们先换个方向吧 过一会儿再来这边商场买笔心 啊 为什么呀 马上就到了 原来是陈梦在前面呀 哎呀 要是让陈梦看到你骑车载着我 回到学校又要乱说了 哦 我明白了 哎 好像是徐帅和贝贝呀 刚才明明看到是往这边骑的 怎么忽然拐弯了呢 啊 我明白了 他俩肯定是怕我看到 哈哈 有绯闻了 啊 他们连周末都在一起啊 哎 这有什么呀 我早就看出来了 他们俩的关系比朋友还要好 那就是男女朋友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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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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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静速静 两位男女主角都到场了 哈哈 徐帅和贝贝 一个体育好 一个学习好 很般配啊 我们班级里的第一队 恭喜恭喜 你们在说什么呀 怎么能胡乱造谣啊 什么呀 我们可没有造谣 我们可是有亲眼所见的证人呢 这个 嗯 这个 可恶 你们这不是出卖我吗 你们再胡说 别怪我不客气了 气死我了 还不承认呢 就是 都被看到了还不承认 哎 被大家这么说 真是气死人了 我以后再也不帮助徐帅辅导功课了 这可不行 帮助同学这件事情 你做得很对 可不能中途放弃啊 可是 同学们 最近议论纷纷呢 贝贝 你想过吗 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自己也有原因呀 我也有原因 比如你刚才说的 徐帅在打篮球 你揪着徐帅的耳朵 把他拉回了教室 还有 你跟徐帅在一起的时候 还躲着沉梦 这样很容易让人误会的 这是为什么呀 我就是怕引起误会 才会躲着沉梦的 贝贝啊 跟异性同学交往的时候啊 不应该太随便 也不应该不公开 你随便的揪徐帅的耳朵 和徐帅在一起 还担心别人知道 这样同学 怎么会不误会你呢 哦 原来是这些原因 我明白了妈妈 以后一定会注意跟徐帅正常交往 不让大家误会 我相信我的贝贝啊 一定能做好的 嗯 区帅 小心你的耳朵 什么意思嘛 区帅 你的女朋友来了 我看你今天又打不成了 估计又要被揪着耳朵拽走吧 有好戏看喽 贝贝 你怎么来了 你不会 放心吧 我这次不会揪你耳朵了 上次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做那么随便的动作 以后我会注意的 那就好 徐帅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今天的辅导内容 你打完篮球 记得回去做功课 可不要前功尽弃哦 我走了 贝贝 等等我 其实我已经打了很久的球了 也该回去学习了 我们一起走吧 好啊 大家再见 我们先回去做功课了 他们俩看上去也不像很亲密嘛 是啊 好像是我们想多了 徐帅 周末我们还是一起写作业可以吗 没问题 这次我肯定多准备几只笔心 你看 他们周末还是要在一起啊 就是啊 说他们是男女朋友还不承认 同学们 还有谁愿意周末跟我们一起自习啊 大家互相帮助 成绩一定提高的很快 对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是真的吗 其实我也想和贝贝一起学习 只是 一直不好意思说呢 这有什么呀 我和徐帅是纯洁的友谊 只要大家愿意 我们都欢迎 你们早说呀 害我周末一个人写作业 你们不会还在怪我吧 我也要加入 可以吗 我也要加入 可以吗 欢迎 我先跟大家声明哟 我和徐帅也是纯洁的友谊 大家以后可别误会啊 我们下期再见